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10全球每个礼拜三的环保气候一题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两个大主题 一个就是在粮食危机底下 垂直的农场可以当作是一个解放吗 另外台湾现在的用电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还有哪一些绿电也许是我们未来可以耕耘的 那么今天呢一样是请丽君来跟我们一起做解析 还有分享丽君你好 说的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丽君我们一开始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垂直农场 为什么垂直农场最近会掀起一个话题呢 其实这在美国非常受到小农的一个喜爱 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的气候变迁真的太严重了 所以说也冲击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粮食 造成了粮食危机 那当然还有包含像是战争啦 或者是疫情等等的冲击 所以说最近这个垂直农场呢 就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也先带你来看到垂直农场就像这一张图片当中你看到的 它是用这种垂直堆叠的方式 而且它很特别哦 它是建在建筑物当中 不需要土栽培的技术 而且是全自动化的监控 就被说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粮食救星 因为呢它有效的利用都市的土地公粮 而且实现了就近种植的概念 不需要到可能到比较偏乡或者是大面积土地的方向的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种植 另外在作物运往市场的距离缩短之下就可以有效的减少运费跟碳排 目前呢美国有在去年有三分之二的一个干旱的作物呢 是受到了一个影响 所以说收入减少的状况之下 他们就认为这个有可能就是未来的一个粮食危机的解方啊 甚至我们所说的粮食救星 可是虽然它的优点这么多 但难道它这只有优点没有任何的缺点吗 因为其实刚刚讲到 因为它虽然可以建置在这个建筑物当中 不过它其实因为它就是处于室内的 它就很需要照明 所以他们是使用LED照明系统 或者是他们现在在用的就是自动化系统 还可以供暖通风 因为当然这好处就是可以有一些比较数据化的管理 或是自动化的管理 不过这些呢其实处处需要很大的 庞大的电力来供应 所以这虽然它这个可以减少一些碳排 不过它另外一方面也产生了就是电力的供应 那也可能会造成增加另一方面的碳排影响 那另外还有就是它可种植的作物是有限的 因为它现在其实主要种植的蔬果蔬菜呢 主要是像生菜或者是罗勒草莓或是覆盆子等等 它比较难以成为主要的供应商 因为这些可能不是可以大量庞大的生产 那另外呢还有专家他也有讲到说 其实室内农业呢还有很多的障碍 像是这些高昂的营运成本 包含刚刚讲到就是这些系统 自动化系统 它其实要建置的时候 费用就是比传统的户外农场都还要来得高 好不过刚刚像立军有提到说 可种植的作物有限这个部分 就有提到像是沙拉啦 还有一些香草是他们现在主要耕作的一个植物来源 那么他们也是预计说 在明年的时候计划要多种40种的新植物 比如说像是樱桃啦 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栽种的水果等等 那么也要来看到的是 其实如果我们把镜头转到德国的话 现在就有真的有一个公司 他们是特别锁定这一个是垂直农场的部分 叫做In Farm在柏林地区 我们来看到它的面积有1万平方公尺 那么这一次种的是75种的蔬果 而且呢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还在超市里面进行电内电的一个农业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它所做的这一个像是市内的垂直农场 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还蛮新奇的 或许也可以了解说这确实也是未来的某一种 比如说我们的粮食救星啦 或者是某一种趋势 所以说它呢也是作为欧洲第一家垂直农业的一个新创公司 那么也跨过了10亿美元的独角兽门槛 现在受到非常高的关注 特别是面对气候变迁 还有一些供应链中断啦 它可以提供一个持续的解决方案 可是就像刚刚提到了 如果说要达到我们餐盘所需的食物 还有非常非常遥远的距离 现在是负的9成喔 所以说在整个技术的演变 甚至我们提到的成本啦 甚至是人事啦等等 营运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 对因为刚刚讲到这些 其实都很需要是大数据的分析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食品系统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实验级的感测器 它主要感测器就可以像是知道湿度收集 温度湿度或者是土壤的养分等等一些数据 来做一些改善配方的主要的元素之一 它这一次呢是主要是网络收集将近有600亿格数据点 其实这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基础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用这些来改善可能他们配方 或是减少使用自然资源 因为他们用了这样子实验级的感测器之后呢 其实他们像是食物的里程 它也可以减少90% 还有土地的使用也可以减少95% 另外还有水量的使用也可以减少95% 因为它整个都是用个自动化或是智慧化的来控管 所以它当然就是不用使用像是杀虫剂啊 而且它回收植物水分 它整个效率比土壤农业是高出了400倍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食品系统啊 也让很多人就想要来投资了 像包含像是卡达 因为卡达也受限于它自己的气候条件 所以很多食物呢都是从国外进口 所以它这一次也融资了在2亿美元 它希望呢是在2023年的时候 要在这个卡达设立一个种植中心 那接下来就要前进像是亚太中东 那这个Infarm它接下来的计划 就是在2030年呢 要开设100座像这样子的一个植物中心 是确实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垂直农场 在台湾可能您会听起来觉得 诶这成本太高了 好像没有必要花这个人力啦 成本做这件事情 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国家呢 它本身就是比如说是偏干的 或是它的降雨量比较少 甚至它的土地是非常少的 它们确实就也把这件事情 当作未来的一个趋势 而接着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杜拜 它们有全球最大的垂直农场 每年的蔬菜产量可以高达200万磅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其实是有一定的经验跟基础了 那么这一间公司ECO呢 它们总共呢是有总面积大约9272平 主要解决当地土地啦 还有降雨不足的问题 可是刚刚我们多次的强调 它们能不能持续延续下去 或者是持续创新的关键就是成本 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当然各国都在寻找解放 因为像是欧洲 它2022年的夏天 其实就面临到了 它就是遭遇到500年来的一个大旱 像是法国这边它的小麦产量就减少了500万吨 其实整个冲击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危机 那所以垂直农场到底能不能够救这个粮食危机呢 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它在资源上运用是更有效率的 以及它可以稳定一些比较高品质的种植 另外呢它是可以高密度的种植这些生长作物 不过当然一开始就一直涨到它的比较困难要突破的 用很多电 对需要很多电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一些仪器或者是照明 24小时监控 对但现在的能源问题呢 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成本 所以现在经济学人他就有指出了 其实短期之内仍然难以覆盖整个产业 就是如果要用垂直农业来达到整个覆盖我们原本的传统产业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对所以说整个能源问题跟这个垂直农场 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 但是不只是垂直农场哦 接着我们要带你来看看的是在南韩 他们7年前就引进了智慧农场 现在不只是解决了像是年轻人外流的问题 也为乡村增加了竞争力 我们一起来看 南韩总统尹齐悦亲自来到 庆上北道农业创新股 向青年归农人取经 有别一般传统农作 温室里头机器比人多 从肥料搬运灯光调节 到浇水和喷洒驱虫剂 统统由AI机器人一手包办 机器人不怕累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温室里头随处可见摄影镜头和感应雷达 帮助农民24个小时监测 透过手机接收及时数据 作物生长状况一览无遗 为了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南韩2016年开始投入智慧农场计划 辅导民间农业转型 同时提供训练课程和低利率贷款 协助农场改造 也成功吸引大批青年返乡务农 经济道爆川市一座尖端科技草莓园 就是由归农青年一手打造 温室全自动维持温度和湿度 控制日照时长 产量是一般草莓园的两倍 粮果率也大幅提升 平均一颗重达70公克的 巨无霸草莓 Kingsberry 是南韩发展智慧农业的成果之一 瑞珊草莓栽培中心耗时9年研发 Kingsberry不仅个头比鸡蛋还要大 就连平均糖度也比一般草莓 填上4到5度 不过Kingsberry抗虫害能力差 果肉亦软烂 栽种相对不易 南韩农业振兴听教农民 对症下药直接在温室 培养喷派小球草 同时利用飞行医生 蜜蜂将生物防治菌 传播到草莓花上 以减少灰酶病发生 进而配置出 结实果肉 南韩最知名 齿家惠流香的润山草莓 最近就在越南河内超市 成为墙首货 润山市府与当地经销商 签署协议 直接在越南开设通商办公室 单笔成交规模 就达到300亿韩元 约7亿台币 希望借此将更多K农产 外销到东南亚市场 南韩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 近1.6% 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最低值 克服综合性经济危机 成为首要课题 尹七月政府着眼出口 拟定新增长4.0战略 除了要推动农水产品外销 还要宣传文化产业和发展人工智慧 南韩总统尹齐悦对AI聊天机器人赞不绝口 导造韩版CHAT GPT 也被纳入新增长4.0战略之一 如同大数据和科技工具翻转南韩农业 南韩政府也判借由人工智慧日常化 解决民生问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